做好这几点,脑梗远离你 脑梗是一个高制残率、高复发率、高致死率的常见疾病 人人都怕脑梗 但是只需要做好下面这几点 脑梗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号教授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几个预防脑梗的方法 帮你远离脑梗的威胁 脑梗是脑部的血循环障碍 导致局部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坏死 而出现了神经功能缺损的综合症状 发病比较急 一般说会出现突然的面部肢体的麻木 突然丧失活动的能力 出现偏瘫、口齿不清、语言不利、视力改变这些问题 如何的预防呢?下面来说一下 第一就是多喝水 这喝水的方法不是咕噔咕噔 我可多喝了一下喝那么多 少量多次的去喝 这叫品茶 是要慢慢品的 这样就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新陈代谢 当然这里边说的多喝水 一定不包含着这些饮料 有的人呢可能说 喝水这件事太简单了 这还不知道吗? 有人还真不知道 第二呢要控制情绪 长期过度情绪的大波动 就会影响到血压 提升了脑梗的风险 而且呢情绪过大呢 还会导致脑血管的精卵 加重血管狭窄的程度 这也是为什么往往在暴怒极度悲伤之后 会突发脑梗的原因 第三呢就是要戒烟现酒 长期的抽烟酗酒 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的好处 只会加速血小板的凝聚 导致血液的粘稠 刺激血管的精卵 加速了动脑硬化的进程 第四点就是饮食要注意 俗话说病存口入 就是我们长期的饮食不解 吃了过多的肥干厚腻的食物 那已经像说足生大丁啊 造成身体里边血液的各种不正常 所以要预防脑梗 如果指标提高了 需要中药干预以外 这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 一定要牢记 hab点赞 集合 转发 启逸 长期许